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的气氛一片死寂 园下渗得慌 找话题 王爷 这院子里的花草都是你自己养的吗 嗯 路易表面无表情 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周围的气氛活跃了不少 园下也大胆了起来 我就说嘛 养得这么好 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养出来的 王爷您一看就知道是博学多才之人 路易停下手上的动作 目光淡淡地看着他 只见他一百分真诚地笑一道 我过去常常听我爹提起您 说您聪慧过人 骁勇善战 且气宇非凡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拍他马屁的人数不胜数 但从没有一个人能像他拍的这样的真诚 虽然真诚 但终归是拍马屁 他没有话说 又开始了手上的动作 只是他嘴角莫名勾起一抹 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 他极力隐藏了自己的笑意 但是还是被原下看见了 换作是一般人 肯定不会发现 可他原下不是一般人 只是他不知道路易的那一抹笑 是对他的不屑 还是对他的肯定 他静静地站了好一会 发现路易的神情没有了刚刚的严肃 他猜想路易应该也不是很讨厌他 至少他现在还能站在院子里不是 为了能让路易对他产生更多的好感 他从地上的工具栏里拿出一把金属钳子 准备帮忙修剪花草 他刚把钳子拿起来 耳朵里就传来路易严厉的声音道 走开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原下吓了一跳 手一抖 手里的钳子就掉了下去 好巧不巧正砸在了他的一只脚背上 更巧的是 钳子尖锐的头部扎入了他的鞋子里 也扎入了他的肉里 他反应过来时疼痛感也随之而来 他忍不住痛哼 啊 还在减树枝的路易随声音而转身 方才看到这一幕 他莫名其妙 但还是第一时间向他走来 一边走一边说 你这是做什么 我 我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当他看路易时 发现路易是背对着他的 路易蹲下去 准备把钳子拔出来 忍着点 他闭着眼睛不敢看 咬紧着牙 带路易把钳子拔走 他结结巴巴道 谢 谢谢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路易追问 原下解释了一遍 路易哭笑不得 他指着他刚刚捡树枝的那个地方 那有条虫子 看到没有 原下定眼一看 果真有一条虫 很大的一条毛毛虫 嗯 看到了 我刚刚是在叫他走开 而不是叫你走开 原下欲哭无泪 他心里哀嚎道 我的王爷 一条虫能听懂人类的言语吗 看着原下鞋子上渗出很多血 应该伤得不轻 需要上药 还能走吗 如果他说不能 他会背 还是会抱 他倒还挺期待的 可想着路易说晕 就晕得身体 他点点头 还能走 路易没说话 走在了前面 原下迈开脚步 才发现根本不能 受伤的脚 走一步如踩在刀尖上一样 于是 抬起受伤的脚 单脚跳跟随着路易的脚步 跳着跳着 突然撞上了停下来的路易 他不知道他 什么停了下来 而且还是面向着他的 他急忙道歉道 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没有撞坏您吧 没事 他没什么表情 原下也放心了些许 那就好 那就好 原下以为路易会转过身去继续走 不料 路易却将他横空抱起 二话不说 往东院而去 他的步伐很稳 走得很快 一点也不像是生病的人 他好歹也有八十几斤 而他感觉 他就像抱一条轻飘飘的被子一样 怪哉怪哉 左还说晕 就晕的人 这身体怎么这么健硕 原下此时是一个头两个大 前方迎来层风和层雨 兄弟俩被路易抱着原下的这场景景呆了 那个不尽女色的王爷 两天就被王妃拿下了 这王妃到底用了什么魔法 路易离他们越来越近 陈家兄弟准备偷偷溜走 不料 被路易叫道 陈锋 你去拿金创药来 陈宇 你去请一位医女来 陈家两兄弟急忙上前 看见了原下脚上的伤口 认真查看路易一番 没有发现任何伤口 陈锋 陈宇 两人面面相去 都在猜想 王妃这伤 是不是被路易弄的 是不是原下刚刚在院子里 动了路易的命根子 才会这样的 而这时路易已经抱着原下 和他们擦肩而过了 兄弟俩也没有时间想太多 分头行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尾转的